路透社引述香港匿名资深法官 指香港司法独立受到北京领导层攻击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杜立回应指 从未感受到内地干预 马杜立刚刚发声明 指自2010年担任中院首席法官以来 从未在任何时间遇到或者感受到 内地机关以任何形式干预司法独立 包括委任法官 又指司法独立是法治重要一环 受基本法保障 路透社引述接近马杜立的人说 他经常要和内地官员周旋 捍卫法治感到疲累 又引述三个匿名法官指 香港的司法独立受到北京领导层攻击 面临回归以来最大威胁 正在为生存而战